作者 旺语 由丧子为您播讲 中年女子一说完这话呀 立刻把灵力往手中的灵片中狂注而入 接着往空中一晃 顿时啊 蓝蒙蒙的灵光一亮 灵片表面木然绽开一朵蓝色的光帘 晶莹药木犹如钻石一般绚丽啊 中年女子法觉一催之下 莲花滴溜溜的一传体型狂掌 在深蓝色的灵光中化为头颅般大小 而连半晃动之下 无数蓝色的光点四溅射出 浓郁异常的水灵气 转眼间扩散到整间大厅了 身处飞天屋中的韩丽 目光闪动一下 单手一抬五指一合 以蓝色光点落入其中 一下就不见了踪影 韩丽双目微闭 感受到丝丝的冰凉 迅速从手掌扩散到了全身 她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 眼中已全是满意之色 的确是精纯异常的水灵力 能散发出这般威能来啊 看来果真是那莫其林的真灵灵片了 不光是寒历 其余修士感受到蓝色光点中蕴含的精纯灵力之后 心中几乎有了七八分的相信了 此刻中年妇人手腕一抖 手上鳞片展开了蓝色莲花 噗哧一声自行地溃散消失了 满大厅的蓝色光点瞬间凭空消散了 那妇人又开始淡淡地说道 在天地诸种真灵存在中 麒麟的鳞片坚硬 不在真龙这等强大真灵之下 虽然脱落后鳞片坚硬程度会减少大半 但普通的公鸡想摧毁它 仍是痴心妄想的事 说着话 中年妇人一下把手中的鳞片往空中一抛 顿时一团乌光浮现出来 并一动不动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中年妇人手中的金光一闪 竟浮现出一只持许大的斧子 金光闪闪寒气逼人 此妇人脸色一沉 金斧一颤之下 化为了一道金光腾空飞起 对准那块鳞片就一展而下了 就听到当的一声巨响 鳞片表面乌芒一闪 竟然将那锋利异常的斧子 一下反弹而起 自身丝毫无损的样子 中年妇人毫不在意此事 口中却接着念念有词起来 一道青色的火柱呼啸一声 凭空在鳞片下方冲天而起 一下将其卷入其中 彻底淹没了 啊 三色清洁火 这是三色清洁火呀 数声惊呼从大厅中传来 让不少的修士 脸线羡慕之极的神色 但是当妇人再次掐掘 把此火一下驱散之后 留在虚空中的鳞片 泛着淡淡的清光 仍然安然无样的模样 随后这名妇人又先后施展了 雷击 冰封等各种属性手段的攻击 均都犀利异常 却对这枚鳞片呢 毫无效果 妇人最后用一件魔道宝物 放出一团血雾 也无法侵蚀这鳞片 终于停下了测试 他抬手间呢 把这枚麒麟鳞片招下 重新放到了浴盒里 用符录封印起来 然后单手拖着浴盒 稍稍退后几步 悠然不动 这个时候这白袍老者呀 又走到前台来 冲着群修一笑 简短异常地说道 真灵墨麒麟的鳞片三枚 底价零时一千五百万 每一次加价 不得少于一百万 现在开始出价 一千七百万 一千八百万 我出两千万 这鳞片的价格一开始 就一两百万地 往上狂涨而去 让在场的不少 初次经历这种拍卖的修饰啊 脸色大变 转眼间彻底地死了争夺之心 韩丽虽然面色不变 但是目光中闪动 也露出一丝意外 她没有想到啊 已经到了拍卖会的最后 还有这般 有这么多身家惊人的修饰 不过呢 韩丽并没着急出价 而是冷冷地望着拍卖台上空 巨大法盘中一路上涨的天文数字 她微微抿了抿 有些发干的嘴唇而已 数以千万计的灵石对三枚真灵灵片来说 此刻就是一只简简单单的数字而已 那任谁都心存一夜之间 让修为凭空升阶的妄想 毕竟修为一旦进阶化神期后 每一阶的提升啊 那都是困难无比的 大半的化神修饰 都困居初期进阶一生的 此刻这个梦想就在眼前 也难怪群修毫不掩饰地疯狂起来 但是再让人疯狂 也总有不得不清醒的界限 当竞拍的价格一路突破至 两千五百万灵石之后 还有实力敢与叫价的修饰 已经寥寥无几了 只剩下三个人 还在做着最后的争夺 其中一个 赫然就是先前买这个 真蝉灵血的那个修饰 声音仍然是一副懒洋洋的 另外两个呢 则是一个苍老异常 一个清脆悦耳 分明是一个老者和一个年轻女修士的样子 这三个人呢 一人一口的百万加价 转瞬间就接近三千万的天价啊 当那懒洋洋的声音的主人真的叫出了 三千万 这女修和老者的声音戛然而止 看来这个价位已经超出他们的承受极限了 只能不甘心地沉默起来 众修士神色异常地盯着拍卖台上空 那里巨大法盘中的数字正变换色彩 当其彻底变成赤金色之后 也就是物品归属 尘埃落定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平静异常的声音 木然开口了 三千一百万 这个陌生的话语一出口啊 厅中重修士都是一正 随即全是幸在乐祸起来 看来即使在这等天价 这真灵灵片还是无法确定得主啊 不少修士目光立刻唰的一下 向空中的另一座飞天屋望去 在那间屋子里 韩丽悠然地端坐其中 三千二百万 三千三百万 三千四百万 三千五百万 厂中不少的修士都开始 倒吸一口凉气呀 即使是真灵灵片 这个价格也有些太疯狂了 混沌灵万灵榜排名榜尾的灵宝 恐怕也就不过是这个价格了 懒洋洋的主人突然 说出这般话来 三千五百万 是道友 我怀疑这位道友没有这么多灵石 只是纯粹捣乱而已 道友是不是该检查下此人 看看是否能拿出这么多的身价呀 赤性老者并未所动 只是淡然一笑说道 在竞价结束后 老夫会亲自检查此事的 但是在此之前 老夫不会打断拍卖 还请两位道友继续竞价吧 虽然在同样不知名两位竞拍人的身份前 但这老头啊 可不会轻易得罪任何一位的 懒洋洋的声音的主人有些恼羞成怒了 阴阳怪气说了这么一句 既然赤兄这般认为 那在下就不再出价了 看看这位道友是否真能拿出 三千五百万的抵押物来吧 说完这一句 他果真就不再出价了 结果一等法盘中的数字 变成赤金色之后 白袍老者当即宣布 三枚真灵鳞片归属韩丽所有 接着 真的亲自带着手捧木盒的妇人 一昧飘飘地 向韩丽所在的飞天屋飞来 身形一顿 这老者在屋前停了下来 他二话不说 单手一翻转 一枚青色令牌出现在手里 冲着被符文包裹的飞天屋 轻轻地一晃 身形一动 就直接进入了屋中 那名肃装妇人 也不动声色地紧跟而入 一进入屋中 赤性老者一打量身处 白色光辖中的韩丽 微微一笑 一抱拳说道 赤某已将宝物送到 道友该把零食付清了 有抵押物的话 我和和道友会评估估值 给道友折算的 道友若是觉得被低估了 老夫也可请其余两名道友 过来一趟的 这白袍老者呀 倒是表现得非常客气 在下怎么会不相信赤兄 和何道友的眼光呢 两位鉴定一下此物吧 韩丽的目光 在妇人手上的木盒上一转 袖袍一抖 从中拿出了一支 早已准备好的万尺大灵盒 黑黑一笑说道 以白袍老者的身份 不知道见过多少宝贝 只是点点头就接过来 把盒盖轻轻地打开 随意地看了过去 一股清香四散而出 这老者只是目光一扫 身形一下矩阵 无法把目光拨开分毫了 万年灵草 这老者深吸一口气呀 终于把目光从河中之物挪开 但万着韩丽的神色有些古怪了 这妇人呢 一听万年灵草等字眼 心中同样矩阵 眉梢一条之下 走了两步过来 同样朝玉盒里头望去 只见 一团乳白色的白光之中 一枚通体雪白的 数寸长的灵草 静静地躺在盒里 而此草体表 竟有符文式的花纹虚影般的 浮现闪动 这妇人凝望了片刻 缓缓地说道 万年灵文 果然是万年灵草的样子 不过真假 还需要再仔细鉴定一下 白宝老者神色如常 客气异常地对妇人说道 对灵草这等东西的鉴定 老夫可不如道友在行啊 那就劳道友 鉴定此物吧 嗯 这妇人点点头 把手中的锦盒一收 单手一翻转 忽然手中多出了一个 细长的绿色的玉齿 持续来长 通体铭印着二十余圈 仿佛螺旋般的古怪的花纹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 目光一闪之下 妇人把瓷齿一台 冲着玉盒中的灵草 缓缓地点去 结果 绿齿方一接触 玉盒中的灵草 激发的乳白色的灵光啊 自然就呼应似的 一下发出滴滴的嗡鸣 同时 玉齿上的一圈圈 古怪灵纹一连串的亮起来 翡翠色的光芒 刺目耀眼啊 当绿芒终于在 第十一圈花纹处停下之后 妇人平静无波的面孔 终于有了一些动容了 她重新把玉盒中灵草 仔细地再看过一番 肯定地说道 的确是万年灵草啊 而且还是 一万一千年左右的雪胶草 雪胶草原本就是一种 珍稀灵药 万年之后 比普通的万年灵药 价值起码大增多半 我估计 大概可以折算零十 七百万左右 白炮老者略沉吟一下就对韩丽说道 七百万和老夫估算的差不多 导游觉得我们估算的价格如何 若有异议可尽提出 这个价格在下没有意见 倒有把这些东西收下吧 这些应当足以抵押在下所竞拍的价格了 韩丽手腕清光一闪 又接连拿出四个玉盒来 波澜无精地抛给了对面 这白炮老者单臂一挥 把这些玉盒都拿到手里 一一打开盒盖 这一回啊 这老者尽管想保持镇定 但是眼角抽搐一下 还是一阵的急跳不停 都是万年灵草 他抬起头来 声音微微有些沙哑 韩丽轻笑一声 怎么 贵方是不收此种领药 倒又真是说笑了 这白炮老者打了个哈哈 望向韩丽的目光 全是掩不住心中的惊诧 这妇人呢 也有些半信半疑起来 她把这些玉盒中的灵草 一一地再次鉴定一番 结果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那 丹珠的万年灵草呢 自然远远不如真灵 灵片这等质宝珍惜 但是仅用用途和需求上来说 万年灵草的用途之广 是炼制所有化神级灵丹 必须的药引子和辅助的材料 几乎永远都是高级修饰 最奇缺无比的东西 再加上此物本身也异常珍贵 几乎是方式中仅次于灵石的 最好流通之物了 那也许其他东西 有些店户呢会拒收 但是万年灵草 没有一家会推之不要的 既然核导游确定过了 这些灵草自然没有问题 三枚真灵灵片 就是导游的了 导游仔细收好 白袍老者目光奇光一闪 将那只锦盒再次取出来 满脸笑容地递给了韩丽 那在下就不客气了 嗯 不错 东西的确没问题 韩丽不动声色地虚空一抓 顿时锦盒静直地 被射到了银匣之中 低头绿意检查 韩丽满意地点了点头 白袍老者虽然对韩丽 有如此多株万年灵草 很是好奇 但是呢 也没有多说什么 当即把灵药一收 施法带着妇人 离开了飞天屋 返回到拍卖台上 外面的修士 只是等了一顿饭的功夫而已 以他们动不动 就打坐数月的耐性 这点耽搁呀 自然不算什么 但是一件赤性老者二人 飞回来 当即目光扫了过去 都很想知道 这真灵鳞片 是否真的交易成功了 白袍老者 根本没有多说 韩丽有关之事 口中马上宣布了 下一件宝物的拍卖 诸位道友 不必多心神 东西已顺利交割 下面开始一件宝物的拍卖 这件东西呀 可是混沌万灵榜上的灵宝 价值之大 只在真灵鳞片之上的 这就是通天灵宝 平海哥 底价 两千万 那名满灭 红光的老者 当即呀 恰好从后边 走了上来 并从储物桌中 直接取出了一件 蓝色 霞光万道的短歌 厅中群修 对此物的热情 自然同样不低呀 在老者稍稍一展示 这个短歌 不可思议的神通 就马上有人 开始激烈地争夺了 这时候的韩丽 却单手夹着一枚 黑青色的鳞片 在聚精会神地观察着 似乎对外面那件通天灵宝 丝毫兴趣都没有 结果短歌 同样在三千五百万的价格 被一个陌生的修士 拍走了 终于拍卖会 最后的一件拍卖品 即将开来了 下边拍卖的东西呀 是一个名动人妖界 两族的合体后期的前辈的 秘密功法 也许这位前辈的名字 许多道友并不知道 但是提起 大周天灭绝神针的神通 恐怕在场的道友 大半都听到过吧 此神通 在和一族大战中 数度大放光彩 也曾经有不同版本的 修炼之法流传出来 甚至在妖族那边 也有人修炼此秘术的 而此术就是这套功法附带的威能之一 是那位武灵真君前辈 在上古时候亲手创立的最初功法版本 古人价值之大 不用老夫多说了 这套功法的最重要的价值 还不在于此 而是修炼之后 可以将自身法力的五行属性 加以临时转换变化 威力深不可测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